全球首富马斯克证实已获得465亿美元资金作猴盾 随时向社交平台推特提出全面收购 邝心鱼报导 根据最新的证券文件显示 马斯克已获得465亿美元资金 为正式向推特提出收购作好准备 其中透过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获得约13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 而马斯克本人则承诺提供335亿美元 包括210亿美元的股权 用于抵押他的部分Tesla公司股票 为交易提供资金 本身已经是推特最大个人股东的马斯克 持有大约9%的股份 他在本月14日提出以每股54.2美元股价 收购他尚未拥有的推特剩余股份 作价超过430亿美元 不过推特其后采用被称为 《毒丸的有期限保障股东权利计划》 以阻止潜在的敌意收购 并向马斯克提出加入董事会的建议 但条件是马斯克不能持有超过14.9%的公司股份 马斯克拒绝了邀请 并转移出价提出收购计划 然后有意将推特私有化 马斯克表示收购推特是相信 这一个拥有超过8000万用户的社交平台 有潜力成为全球言论自由的媒体